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 Top 1 Investment负责人Kendra 郭 Kendra 你好 佐伦你好 各位观众你们好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7月25 26两天的FOMC Meeting 决定保持短期利息不变 对于整个市场 尤其是借贷的市场里面造成的impact 我们应该是看回这样子 这一次联储局的议席结果 基本上是符合投资者的预期 在这次议席的结果之中 我们看到Jana Yellen所表现出来的几个 我想从市场的信息来讲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市场的期待基本上就是说 期待就是说像刚才所讲 这个加息是否加息 这个市场上要期待这个联储局的 这个明切的这个答案 当然我们市场上是希望更明确一些 但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是说 不一定是完全明确的这个消息 但是呢市场希望能够得到一个 但是看到结果 结果 不加息的这个结果 另外一个就是说 第一我们讲关于利息的这个政策 第二个是市场上比较关注的 就是说联储局的 关于balance stream的这个方案是怎么样 那第三个是其实呢市场上还是有个另外一个期待呢 是所希望能够联储局提供一些解惑 对当今的线下的一些经济状况 有些什么看法 这个就是市场上的三大期待 那我们所看联储局的这个三大期待 是怎么样去去讲的呢 安排呢 第一我们讲联储局非常简单的告诉市场 今天不加息 这一次不加息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市场上 结论 这个一个结论很简单 那这个其实市场上对于是否加息这个结果呢 一早已经知道了 基本上在六月份加息的 我们讲就是八、七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呢 是零 这市场上的当时的这个预期 所以no surprises no surprises ok那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是说市场上其实已经知道这个结果 但市场上重点呢是在 听关于balance stream的这个方案 到底是怎么样的做法 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新意 因为第一个做QE的是美国 现在要把balance sheet缩回也是第一次做 maybe连联储局都不知道 收回来 到底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坏的后果 是是是是 当然是说当他宣布他这个细节的这个时候 在我们讲之前的这个议题之中 已经讲出这个非常多细节方面的 包括例如说每个月要买进这个 六个billion的这 churchary bond 四个billion的这个nbs 这些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每个月地增最最后一个月的这个时候 最后一季的时候呢 应该会增加到40个billion 每个月的这种收购 我们说刚刚看到在之前已经讲了 那市场上其实基本上已经充分bill in了联储局 以及未来说balance stream的这个力度 市场上的今天的这个力气已经基本上反应 充分反映出未来的所有的这个方式 只不过市场上想要了解的是说 到底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这个就是市场上所要了解 要么是9月份开始啊 还是12月份开始 这个市场才是需要了解的就是说 提早 对对对 这是对很多人来讲 会提早在9月份的FOMC的meeting 他不加息 而是采取紧缩balance sheet的做法吗 是应该是这样子看啊 就是说市场上的这个预期是什么呢 联储局有两个两种手法 一种手法要么是直接加息 要么是通过balance sheet trim 这种方式呢 来达到加息的这个的目标啊 但是市场上比较favor 是用balance sheet trim的这种方式 来达到加息的这个效果 而不是通过这个加短期性的这个利息 这种方式来增加这个利息的目的 为什么呢 他不希望钱充斥太多在市场里吗 因为应该是这样解释 就是说如果加短期性的利息 达到这个加息的话呢 那联储局这个加息这个步伐 要必须要比较急一些 那这个呢 会对于今天这个经济这个冲击 会比较大一些 如果做这个balance sheet trim呢 是用长期 他主要是卖一个长期的公债为主啊 长期利息这个虽然上升 但短期利息可以保持平稳 在这种情况下呢 长期利息的责任可能 对房价可能会有些冲击 但是对消费者这个行为呢 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干扰 所以市场上比较倾向于希望联储局 如果提早做这个balance sheet trim的话呢 对市场来是个鸽派的信息 比较温和 比较温和 这个代表是说 联储的这个加息步伐 很可能要减慢一些 那这个是就是说 市场上比较期待 就是说 联储就在这次的这个讲话中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目标 那这一次呢 联储就讲的比较鸽派 鸽派呢就是说 刚才所讲 balance sheet trim的这个方式呢 联储就讲了一个非常 almost 就是告诉大家 直接告诉大家 是在一个非常短的这个未来之内 他可以看到这个准备菜的行动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9月份开始了 市场的理解 就是9月份开始 那也意味着是什么呢 原来市场上很多的投资者认为 联储就会9月份回加息的可能性 现在也慢慢慢慢减少 降低了很多了 现在是降低差不多接近20%几而已 之前我们在高峰的时候 都涨70%以上 那现在已经降了20%几 但是呢 这个我们刚才所讲 这个今年的这个加息 还是超过50%以上 换句话讲 但是说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 还在 还是并不存在 并不是不存在 还是继续存在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普遍的投资者认为 7年之内呢 还有一次的加息 然后明年呢 还会有三次的这个加息的 2018年 是没有什么太大这个改变 那在这个 我们刚才所讲 两方面的这个内容上 联储机都给了一些 市场上想要的这个答案 但另外一个答案呢 是关于这个市场上的解惑的问题 事实上 对于今天的这个数据 看到一方面我们所看到呢 这个经济的这个数据不断下降 就是说实业力不断在改善 但是呢薪水并没有什么提高 通货膨胀并没有很高 这个联储机给了这个答案呢 就说认为这是暂时性的 在未来的一个方向来讲呢 达到百分之二的这个成长 这个目标呢 通货膨胀呢 还是可预期的 好 那现在由Kendra 来跟大家讲一个 这个program的special 华人朋友多半都有投资物业 并且现在的物业价钱之高 如果有jumbo的投资物业的program 来借贷款的话 也是有很好的利息 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是是是是 那首先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讲啊 就是虽然这个balance stream呢 导致这个利息上涨啊 但是呢房贷这个市场 这个利息的波动呢 并没有像债钱市场波动这么大 可庆幸的啊 但是呢 利息呢我个人认为 不太可能再往下走了将来 所以今天最好的30年固定呢 是3.75的利息 15年固定 今天最好的利息呢 是3.125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讲啊 关于这个 这个投资房子呢 我认为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投资房子最好的选择是说 我们如果是买房子 jumbo loan 最好的这个利息呢 7年固定是3.375的利息 哇 那还有一个 但是我们也讲了 就是7年jumbo loan 我们有个special 这个利息大概是2.75到3.0之间 也是investment property 那这是自住房子 owner occupied 那这个方面来讲 还是变化不是非常的大 这是jumbo loan only 我们刚才所讲就是说 现在这个jumbo loan 这个market的这个利息呢 有比正常这个利息好的这种倾向 好的 这个都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 并且是以今天而言 所以您自己的情况呢 要看 要Kendra跟你谈过 看看您是不是有这个条件 能够带到这么好的利息 这么好的program 要贷款 请致电Kendra 408-218-9760 感谢您 谢谢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希望您喜欢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六 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